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有人會被你那個毛病 你聽到你的耳癌症 對不起一直傷心 一直在苦悶 一直在還 結果呢 沒有多久都跑掉了 但是我沒有啊 我是好好 還好好我在還啊 因為我這個人生已經很可貴了 但是我這種年紀來了 以後我不曉得要發生什麼事 那叫做無常 那你考慮那些幹什麼 不需要嘛 所以我人生生老病只是常態 不要把病跟死 認為是一種很恐怖 不需要怎麼樣 它是自然現象嘛 好讓人間 好讓人間 到處都 到處都 充滿 溫暖 有人說 現在每一個人 都是感情的好選人 在醫學上有統計 每五分鐘 就有一個人 得到感情 我們今天告訴我 的主角 簡勝德 在第一次兩年來 就得到三種感情 還有加上前 她的脊椎 重過大手術 讓她的身體 受到很大的脈 家裡的人 也很煩惱 不過勝德 她是用另外一種心情來面對 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 今天的故事 我們兩家是鄰居 但是我們家 不是說家境困 就是我們家的生活 還有我們的環境 比較不如他們 都是正常 那師兄 他很喜歡老人家 他都會去接近他 我外婆就跟他說 他如果有 喜歡我的話 以後 我們兩個有機會 就在一起 他這樣說 所以他等我八年 他讀高雄女中 高雄女中 我是讀高雄中學 他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他外公過世了 師父能夠幫家裡的忙一下 台灣的紅薯 他沒有孫子 可以拿那個董番 董番 就是董番 兒子拿龐盜 他不是排那個要上山 兒子要拿那個龐盜 董番沒有人拿 林弟弟跟我講說 某人你為什麼幫人家拿那個董番 董番就承認婚宴的問題 我說沒有啊 我沒有答應這句話啊 變成這 環境變成壓迫你 有這種責任存在了 那就麻煩了啊 對不對 其實他心裡也要喜歡我 那不會 我是認為那是幫人家的忙而已 人家是讓你承認婚宴的問題 因為蠻優秀的嘛 當時他也很伶俐啦 當年紀之後可以看得到 他也是緣分啦 他就是 稍微缺負 不過他有答應我外婆 說他一定會照顧我 所以有時候 那是定婚啦以後啦 有時候我在生病的時候 我會 心很難過 我就會哭啦 會熱淚 他也會起來傷 我說啊你哭什麼 我以前跟你照顧 人家外面就以為 以前我 剛來的時候 這台人也很樸素 看到我穿了什麼 我都穿的都是很好的衣服 人家說以為我是他的 那個金屋長焦室的睡衣 好了 好他在動了 我覺得在這邊才能做到 檢驗他有沒有標準的時間 最少要放兩天啦 放兩天啊 以後 有準我們就回收到那邊 二手店的回收地方 現在這個 這個時鐘又不動了 這個東西壞掉了 他不動了啊 換這個心臟下去 他常常他都講一句話 他說 別人是流行開悶乳嗎 他是流行得癌症 我覺得齁 我常常說他是一位鐵漢 因為他的個性非常的有耐力 而且毅力也很堅強 那時候我就記得 他要開口腔癌的時候 那個師姐就轉述給我聽 說推著要進手術房的時候 師兄就跟他說 他如果能再好起來的話 他要把他以後有健康的身體 他就是要做善事 所以他開刀過後 還沒有到滿兩個月內 他走路還是一潑一潑的 然後那時候開口腔癌是 你吃食物的話 會不停的流口水 所以那時候他前面還帶著一個那個槽子 就是要省他的嘴囊 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也是很擔心 一直怕他的傷口那些會感染 但是他每天就像上下班這樣 天天到這個環保站來 所以我也覺得說 上人講的一個念力跟願力 確實願力是有願的話 那個力量就很大 所以他這樣一天一天的 不知不覺的 一年的 兩年 結果他身體復原得很好 平常我會來幫師兄 因為這段時期身體不好 所以師兄他也不讓我來 他怕我跌倒 怕怎樣 不過最近我比較好一點的 來這裡很好玩 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 不過我這兩個月來好像 比較好吃東西 那個 那個什麼食育比較好一點 而且兒女很照顧 一直強迫一定要吃 那時候我是看到東西都不想吃 所以現在吃多了 有比較有 早上有吃些比較營養的東西 所以現在才有辦法 本來我已經安排要去開腰 醫生說我的營養不夠 紅血素白血球什麼都不夠 所以一定要有養完 養生好了以後才去開刀 所以我明天要去給醫生門診判斷一下 看我到底可以 可以安排哪一天給我開刀 我想說我剛剛70多歲也是很年輕啊 只是以前我是很壯的人 我一天都一天做幾十點 但是這一段就不行 這個要去炒薑片 炒麻油 還是茶油 苦茶油 偶爾我會 師兄會說他手抽筋 他就會採這個叫我回去 叫我幫他炒一下 我就幫他炒 而且這個比較不良的菜 那個人家做葉子的人可以吃 那時候可能我們之間也就是一個緣分啦 然後來環保站這邊有碰過幾次面 然後剛好他家師兄那時候 他也有來環保站了 然後就是因為他癌症的問題 結果本來是攝護腺癌 住院了以後 結果間接又再檢查到口腔癌更嚴重 所以那時候就馬上就上台北馬街去開刀 那是動一個很大的刀 所以師姐他遭受的壓力也非常大 所以他天天就是晚上的時候 他就是會電話打來 跟我講他今天所遭遇的問題 還有師兄方面種種的問題 他心裡的苦 然後就會跟我情書出來 所以就是這樣一直互相鼓勵 很苦 天天哭 那我就一直給他 有一些像上人的罰 就是請他就是碰到的 你就要歡喜的面對 其實你心裡很苦的話 對事情也沒有更大的幫助 就一直這樣慢慢一直慢慢引導過來 他自己的部分 那時候他還控制得很平穩 所以說他那時候還有體力去照顧師兄 那他自己身體慢慢的 是到差不多一年前的時候 我想應該照顧師兄這樣長期下來 他自己的壓力累積也有差 所以大概一年前左右 他慢慢他本來有肝臟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的次數就比較頻繁 所以進出醫院 就一次又一次的 他有流利性性感冒的時候 他的抵抗力整個就下降嘛 所以也有膽的問題 腎臟的問題 就一直到現在 腰椎也不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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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东西一直在扯掉 很可惜啦 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说 我能够尽我能卖 我以前因为我自己 本身是开工厂的人 所以要如何把这种东西 给它恢复 它可以使用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省钱 同学不会浪费掉 想东想西 所以一个人的话 一直在忙碌的话 他就不会觉得苦啦 所以人家一直在听人家讲道理 怎么讲它是你们的事 我讲我个人的人生 因为我喜欢我自己摸索 自己去探讨 没有东西我要怎么去给它改造 有东西的话人家理念不对 我要怎么给它改变 这是我的兴趣啦 这空心啊 这空心的 这实体的 我要泼木材啦 我东西准备好 开始烧三分钟就可以取火了 这个是我第二代的啦 这个第一代的东西是这么样的 没有中间这一颗啦 这一支是排银管 这个就吸火的时候 它就不会产生烟雾 这是人家露营在用的啦 一桶的水在这上面 比这个大一一倍这么高的水 我们通常也要十几分钟吧 瓦斯爐啊 这个十分钟就可以烧开啊 它会自己虚下去啊 它火会自己虚下去啊 虚下去就跑到这旁边来啊 跑到旁边上来啊 那然后瓦斯从这边动进去啊 这个有一个好处喔 就是木头很短就可以了 改了第二代是没有错 我准备改第三代啊 他们说你那个东西弄出来可以去 申请专利 我不干嘛要申请专利 不需要嘛 这种小东西 大家能用就好了嘛 都沉迷在那里面就对了啦 就做百日门 百日门是什么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们当然想说将来出社会 肚子要怎么添饱吧 第一个 我是故乡是南陀人 南陀人都是山脉 当时我就可以算出来 一公勤的山脉的生产的竹笋 收入比一公勤的稻田的收入还要多 我有跟我老爹讲一句话啦 老爹我以后要讲做食品业 老爹问我讲 你干嘛做食品业 食品业你千万不能摸 我说为什么不能摸 因为你很节省的人 很节省的人 今天东西卖不完的话 你准备明天要卖 你就害死人 它原来这边都荒惠的啊 都长草啊 但是长草我觉得这样不对啊 因为这是我们 属于我们那个环保站周边的环境 所以我慢慢等你慢慢等你 好玩啦 为什么叫好玩 里面工作做得辛苦 心里上觉得很闷 我就出来外面玩一玩 那我这边玩好了 我心里恢复我就到里面在工作 所以时间在替换嘛 在转变那种环境嘛 这是我们的理念啊 但是我们要讲这个理念给别人听 好像你跟人家在说教 说搞 不需要 我做我的事了 我不要用这种理论来压迫人家 你要这么做 不需要 我反正我认为我这样生活上 就觉得很快乐就好了 如果你在办差不多半个月来的话 可能也就没有了 为什么会没有呢 为什么会没有呢 因为不过这些师姐一个人踩两颗 环保站师姐会会来踩啊 哦 它里面加压马达没有开 没有开加压马达 关掉了 这稍微喷须一下就好了 这个差不多三天到五天 浇一注水就可以了 这已经 今年算是第二年啦 但是要开发的 第三年左右才会开发 豆钓兰 它是 开发是从这边开发的 所以我们叫它 倒钓兰花 就是这种 所以这以后开满的话 整个垂下来就很好看 好像这颗 这颗 这颗一亩草 鸭子 本身不生蛋的话 把这种叶子 切断 跟饲料掺给 也掺杂在一起给鸭子吃 当饲料吃 鸭子就吃到这种东西 它就会生蛋 有效 连女孩子不生 小孩吃了也有作用 讲过讲 我不晓得 因为我不是医生 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 有人这样做就对了 对有人这样做 就叫育母草 为什么叫育呢 有育的利益母亲人 那个意思啊 所以难怪会叫育母草 圣德的爸爸 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律师 一世人都在帮助社会 他跟圣德 一个人最重要的 是要有社会这任感 所以圣德的构性很热心 年轻时做过二少十五年 现在七十五岁了 继续在住在住在环保站做志工 再到三天站住管理环保站的工作 临界这种事情我不探讨 因为我看不到 我讲的确实话 因为我的智慧 没有达到他们那种智慧 所以我不涉及那种东西 我做我的事就好了 我这一代能够做得很圆满 能够承担社会 有责任就承担 不能承担社会 那我独善我齐生嘛 独善齐生啦 本来我是大学毕业 我有点雄心要奸善天下的人 但是环境不允许啊 基因也不允许你这样做啊 好 那我就逃避啊 为什么人生苦短啊 对不对 你一直在那边休养 就讲了我休 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不要再讲那么多了 眼睛看了这一代 我们尽量做一代 不增加社会成本 不增加社会负担 那就是达到我们的目的 归你自己的信仰 你就去信仰它就好了 这样漂亮吗 做树的话 要安全一点点啊 我要做柴火瓦斯鲁的那 那七化瓦斯鲁的第三代要用的零件 我要准备给它改换那个木头 不是从上面 这木头不是从上面 是上 丢木头下去走火吗 现在我要改从底下 这样穿过去 从底下 从底下穿木头进去烧啦 大家都说 顺德是环保咱的万灵好手 很多派去的电器用品 都可以修理得好 又可以利用 甚至拿去意外帮助需要的人 如果是这样 大家如果没有在所在的问 它们都可以想出好的办法 是大家的活字点 现在她每天保持快乐的心情去付出 辛苦的三种严重也稳定下来 阿芬在这里 也要很让她跟太太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身体越来越健康 对啊 而且我会给她听很多 你是说师兄以前怎么样 不喜欢讲话啦 自我开完道以后 就很喜欢很多话题 现在以前她也不喜欢玩LINE 就是人家有LINE来给她 她都会每天都这样 所以我女儿觉得说 啊 那爸爸没什么娱乐啦 就去抓一条来给她 一大早早上她就 我听我台北的表小姑讲 阿瑟哥哥喔 早上11点多了 早上也早安 她有时候我说 啊11点再睡觉 啊这 二十 二十 三十几个月LINE 没给她抢一下 才可以 就没人走来 出碗了 出碗了 哦 师兄给她带我回来 很高兴 出碗出碗 出碗 出碗出碗 谢谢 感谢喔 啊 很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